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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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對於立體化的認知就是它可以拍照做互動 那其實我們公司就一直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讓它更精進的一些些 所以我們這一次其實在3D畫作裡面融合了一個夜光技術 變成說一幅畫裡面透過燈光不同的轉換 可以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 比方說我們拍的時候它本來是拿氣球給你 最後它變成是拿比如說像我們很害怕的老鼠這樣子的東西 對 那比方說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啊 你現在看到這邊是有顏色對不對 這邊是白色的 可是透過燈光的轉換 本來白色的地方就會突然變成彩色的 等於說它用一些小小的一些創意的巧思在裡面 等民眾可以來一一的發現隱藏在畫作中的秘密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民眾可以進去跟這種 所謂世界名畫去做互動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也可以讓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接觸 所謂藝術這個東西 那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互動啊 那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互動啊 哦 原來是原萌藍藝莎可以 不只是一幅畫我們只能看而已 我還可以進去跟他一起喝一杯咖啡 在塞納河畔裡面跟他一起聊聊天啊等等的喝杯下午茶